人力部展开全导性执法行动 取缔非法引入外劳 或引入外劳进行非法就业的集团 在行动中逮捕了41名嫌犯 包括了集团首脑和成员 涉案非法集团通过成立空壳公司引入外劳 从中获取大笔的暴利 由于这些外劳并没有真正受雇 却需要支付所有费用 在不知情下成为骗局的受害人 而另外一些外劳则对骗局知情 并且情愿支付大笔的费用 以取得工作准证 进而寻找非法受雇机会 人力部表示 取缔行动是要确保公平的雇佣 人力部将会继续加强执法 全力取缔所有违法者 并且预请雇主合作 揭发所有非法活动 以及通过合法的途径雇佣工人 非法引进外劳集团的首脑 每非法引进一名外劳 将面对最多6000元的罚款 或6个月到两年监禁或两者监失 涉案首脑 如果同时犯下了至少6项类似罪行 将会面对边刑 集团的其他成员 也将面对类似刑罚 非法雇佣外劳的雇主 将面对5000到30000元的罚款 或者是12个月监禁 或者两者监失